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星期我跟你分享一个个爱 就是一个朋友嘛 那她很成功 可是因为对母亲的不能够宽恕 造成她似乎她的娘家婆家也不开心 对 那人呢 可以这么说吗 形形色色 怎么样人都会有 对 其实我发现很多人也许宽恕了 嗯 可是你也会发现很多人想要往前走 还是金字不簽就卡在那里的 嗯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 就是一直想往前走 可是就好像走不动欸 有 那是肯定有 因为在我身边比方说 有些是她曾经很成功 嗯 那或者她在家庭上很好 可是她遇到了家庭破裂 所以很多形形色色种种类类的都会有的 嗯 其实哈 在心灵方面 我们要让生命越来越好的话 我一直往前走 这很重要 是 但关键是在往前走的时候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要做 嗯 那叫做放下 嗯 你怎么说 放下怎么说 比方说我曾经有一个这个案例 是 嗯 我们就说P先生吧 他今年五十几岁了 那他整二十几年没工作 蛤 对 对 他就没办法工作 然后后来在 资商的过程中 他又提到说 他在年轻二十几岁的时候 他非常成功 他这个超级业务员 他领导一个很棒的团队 是 可是后来因为精神压力太大 他心脏病了 是 然后心脏病爆发 就必须休养几年 嗯嗯嗯 他休养的期间呢 他的团队就解散了 就不见掉了 他就从高峰中就掉了下来 是 过后呢 纵使他康复了 可是他没有一直想要往前走 他就没有办法往前走 是 然后二十几年来 只要跟他聊天的人 都会发现 他一直重复不停的提着 他当年的成功 是 所以如果我们要往前走的话 我想我们曾经拥有的成功 那其实也应该放下 我想这个案例也提醒了我 是 因为曾经在过去以前 在我在从事直销行业的时候 那我也来过我的高峰期 那 可是 之后 当没有做的时候呢 但原因有种种 没有做的时候呢 至今回想 你刚才这么讲的时候 我似乎也是常常跟别人讲起 我当年有 对 想当年 当年有 对对对 OK 是 可是如果我们一直执着于当年 这当年的成功 它会变成未来那个失败的种子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重新再来 我们一直眷恋着我们高峰期的那种感觉 那变成一个很沉重的包袱 那我们会一直比较 哦 我曾经这样子 现在怎么这样子 那我们就不能放下身段 是 这样亲密关系其实也是一样 是 当我们接触一段关系之后 当然我们说很重要的 要放下那些所谓的负面的东西 嗯 但正面的也要放下哦 你说在关系上 是 是 比方说我们曾经有一个前任吧 嗯 他可能有某些优点 是 让我们感觉很好的 是 我们当然难免会眷恋啊 想念哇 那个人是多么的温柔 是 可是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前任的 所有的种种的好处放下的话 嗯 他就不会在我们的未来的伴侣里面呈现出来 也就是说 不管是过去好的关系 或者不好的关系啊 是 只要不放下 在未来的人生里面的伴侣 嗯 他都不会出现 你所要的 对 不好的 嗯 会在未来的伴侣身上呈现 好的 不会出来 哦 那真的是很不麻酸 怎么会是这样子啊 对啊 很不麻酸欸 不要的就出现 要的不出现 对对对 因为其实里面有一些心理因素的 嗯嗯 比方说吧 假如说我们说好的 嗯 假如说曾经有一个前任他很温柔 是 那我们的脑海里面已经占据了 哦 很温柔 是属于这个人的 嗯 所以不管谁进来的话 我们都会比较 因为我们先入为主嘛 这个很温柔 是 所以就算我们未来的这个新的伴侣很温柔 我们也会感觉不到 因为我们已经先入为主了 是 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在我们的未来伴侣里面 看到温柔这两个字 有话说你要的它不会出现 对 因为已经被抹杀掉了 因为在别人的身上 那可是如果你不要的 那为什么又会出现呢 因为不要的哈 可以说是一个包袱 比方说曾经被背叛 嗯 那我们里面会有个伤口 是 那我们一直想着 如果不愿意放下 对他的怨恨的话 就说哦 他背叛我啦 什么什么的 那我们会怀着这个伤口 带着这个恐惧 就往前走 那往前走的同时 我们不管遇到谁 我们就会担心说 下意识说哦 他会背叛我啊 嗯 他会背叛我啊 那迟早 我们所说吸引力法则 那个背叛就来了 嗯 所以很不划算 好的不放下不会出来 对 坏的不放下一定会呈现出来 诶 这很不划算 对很不划算 那那除了在事业上 不放下 他不能够再一次创造另高峰 那在感情方面 那要的不会来 不要的反而来 是 那还有哪些方面 哎呃呃方面会呈现 呃呃呃呃呃呃 呃呃呔呃呃呃呃呃呃呐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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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a 一些负面或者是一些障碍 当你不放下了吗 我想如果很多东西不放下的话 它会在我们的能量场里 形成一个很重的负担 有时甚至新的东西根本不会出现 因为没有为了 你想想你每天扛着一包米 不要放下 每天加多一包米 那你背背背背背 背了几十年 你还有空间吗 就很多人很累 他说我怎么没办法往前走 怎么好的事情不出来 我们身边满满的都是一堆人一堆事 事情不会来的 我有时在辅导一些个案的时候 我常常开玩笑 你跟你老公之间 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两个人 还带着你的爸爸妈妈前任大前任在前任 床上好多人 所以不放下 没有空间 这样老天或者上帝要把更好的东西带进来的时候 他找不到位子 所以并不是我们不能得到好的东西 而是我们空不出时间 我们空不出位子 是 其实说要放下谈很容易 因为好像我过去 我其实我也觉察到 我对于我自己的过去的前途 过去的事业 还真的很执着 我一直每一次的午夜梦会的时候 我一直想回过去 所发生的种种 那有时候你不想还好 一想会很害怕 因为告诉自己难道要重新再来过吗 那将来过去的辉煌 将来是否再能重现 所以有很多的 无可奈何 有很多的遗憾 很多的怨恨 我想怨恨 怨我自己为什么没有能力 让它持续 又或者是怨恨 为什么环境让我不得不放弃 所以有种种的很复杂的情绪在里面 那当然这样的复杂情绪有时候 虽然说我不常常跟别人讲 可是自己知道 自己会在你的脑子里面 会rehearse 一直重复在练习 复习这样的事情 对 说真的 以你的这样的状况的话 你当初有没有去好好的 去感受一下当时的失落 应该是说 我那个时候觉得很无助 对 也不觉得 也不知道该怎么感受不感受 对 是 我想要放下的话 如果纯粹是头脑说 我放下 这样子很简单 可是如果没有经历 那个心灵里面的 那个心理的那个悲伤期的话 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放下 因为我们说放下 某一些东西 那其实牵涉到我们内在的一些 很巨大的失落感 我们曾经拥有 那曾经拥有又失去 一定会失落 可是多数人 他没有办法面对那个失落 所以他就逃避了 我不要去感觉失落 那也许去怨恨某个人 或者就直接切断 然后离开 可是如果不愿意让自己 重新面对那个失去的那个失落感 那当然里面也掺杂着很多 复杂的情绪好像也许会有罪恶感 也许对某些人还有些怨恨 可是最强烈的是失落 或者是挫败感 那如果愿意让自己回到当下 重新去经厌那个悲伤期 就好像我们失去亲人 我们不能说 谁谁谁去世了 我现在就放下 谁谁谁去世了 要好好地哭一哭 去感觉那个失落 感觉那个悲伤 允许自己悲伤 一旦那个悲伤感觉透彻了之后 其实就可以放下往前走 你这么说 我能不能跟你分享一个经历 可以 我记得我有一段感情 这段感情很让我刻骨铭心 那可是后来这段感情 非得要结束 那结束的时候 其实我很难过 我真的很难过 以至于我有大半年的时间 我都还在沉溺在那种悲伤的情怀 那我们过去所去过的地方 我都不会去 就变成我根本什么地方都不用去 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就去了很多地方 这什么地方都不用去了 就只有在家里 你知道吗 连在家里都会 都觉得很可憎 是因为我们也在家了 那我就很 但是很糟糕 就这样子 我可以这样沉溺在里面 这样的悲情 半年之久 那半年之久 突然间有一天很奇妙 这经历我觉得很奇妙 我突然好像跟自己对话 是 我说Jerry 你在做什么 站起来 重新再来过 这样子 那第二天我今天做一件事情 我怎么做呢 我很早起 我记得我梳妆打扮 穿得最好看 那就去我们曾经去过的每一个地方 我还记得我们曾经去那个麦当劳 我就坐在 就去那个麦当劳 坐在同一个地方 即便是那个位置 刚好有人 我等 等到他走了 我就坐在这边 然后告诉我 我告诉我说 Jerry is over 是 ok accept it 对 面对他 就是不要逃避那个悲伤 去彻底的面对悲伤 我曾经又有这栋房子 去看看这栋房子 然后好好的哭一哭 我曾经又有这段美丽的回忆 重新去到那个地方 好好的面对他 让那个悲伤 那失落感 彻底的让他感觉完毕 过后就可以放下了 嗯 我们就可以往前走 然后过去就当做一个 学习的经验 然后更美好的东西 一定会进来 是 那刚才这样的方式 算不算是放下一个方式 算 就是去经验那个悲伤 然后选择往前走 对 那就是放下了 可是一直沉浸在那个悲伤里 那表示还有执着 嗯 嗯 是 可是在这个 在那个过程里面 当我去每一个地方 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的时候 我其实很理智的 嗯 我其实没有那么多 已经没有 要哭也哭了半年 你还想怎么样 对不对 那我去告诉你 OK 我选择往前走 嗯 我选择 即便是痛 我还是选择去爱 嗯 我记得我是这么选择的 我选择往前走 我即便是 过去的这种感情很痛 可是依然选择去爱 是 我记得我是 这两个讯息 在我脑子里面 就这样 嗯 那我觉得就这样子 我就走过来了 好快 是 好快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放下了 当我们愿意去回想 那一段日子的时候 得回来的感觉是正面的 是感恩的 是爱的 嗯 那表示我们放下了 可是如果说回想的时候 哦 什么感觉都没有 或者不要去想的话 那表示还有挂爱 好像 那如果是你在回想 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你的心里好像一点 嗯 迷迷糊糊的 不懂是还是不是 是放下还是不放下 嗯 那也等于没有放下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对于 比方说一个人 嗯 我们说我们要放下那个人 嗯 可是我们对某一个人 我们有很多很多 我们眷恋的特质 跟我们难过的事情 是 也许我们放下那个人 可是也许我们没有放下了 他的那副眼镜 因为那个人戴眼镜很帅 哦 比方说 所以 我们没有放下那副眼镜 我们就永远看到眼镜的时候 就哦 那个感觉就回来了 对 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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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 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懂 我们放下了没有 可是当我们回想的时候 有些怪怪的感觉的话 嗯 我们可以去看 还有什么还没放下 是 那放下越多 我们以后进来的好处 那个好的东西会越多 是 是 因为我们完全的让自己自由啦 那换句话说 我能不能这么这么总结啊 嗯 就是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 是 那常常我们所 我们所所想要的它不来 嗯 不想要发生 一直重复在发生 嗯 那也等于说 我们在过去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垃圾 对 并没有清除掉 对 可以这么说吗 对 因为生命是完美的 嗯 但我们所要它应该会来的 对 对 但它该来的不来的时候 不该来的反而 倾巢而出的时候 那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很多的阻碍 嗯 对对 是让我们好好来反思 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处理掉 让新的东西可以讲 我可以这么说吗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杯子里面的垃圾不丢掉 嗯 新的东西不会进来 我们永远会看到重复同样的问题 嗯 所以清垃圾很重要 是 好好的哭一哭 然后把过去给放下 然后感恩 往前走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再很简单重复一次 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放下 如何放下 好 愿意去重新面对那个失落感 那个挫败感 跟里面纠结的所有的感觉 然后好好的让自己的心 好好的悲伤一下 是 去感受一下 但最后还是要放下 宽速往前走 嗯 可是如果我们避开那个情感的话 那只是理智上放下 那其实没有 是 所以让还没掉完的眼泪掉完 嗯 然后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往前走 那就是放下 谢谢你今天 又给我们这么好的精欲良言了 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走的时候呢 会更加走得更舒坦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各位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 再一次在爱传千里 谈谈你谈谈我 这节目当中 我希望这个节目呢 给予你很多生命的启发 让你生命走得更加的舒坦 我们下回再见